山托爾颱風 遐帶大量雨勢 造成台馬里吸水暴漲 滾滾泥流 以衝到嘉然村盤的防波堤 為了金風鄉 嘉然村居民的安全 將附近一到三林 一百四十八名的居民撤離 而安置中心已收容九人 另外達仁鄉土阪村雨量 也達到紅色警戒 連外道路也因土石灘方 一度交通受阻 達仁鄉公所也緊急安排 重機具 搶修道路 至於土阪村新興社部落 和本部落保全戶 也已撤離共二十八人 到達仁鄉又收容 南匯地區雨勢造成 溪流持續暴漲 山壁土石承受不住 大量的雨水從此露面 颱風目前仍滯留在南部外海 不如居民都嚴陣一帶 要面對這次颱風的襲擊 原市新聞物據台中驚風達仁 採訪報導 搖适合